我想问有多少人去看这个指南 很多志愿报税者他都没有吸毒 这个能怪他吗 西蒙执政时期为了鼓励国人报税增加国家收入 答应不会审查自动申报者的税务 不秋后清算 结果换了政府之后 国盟就要对早前参与自动申报计划的大税人算账 要重新审查他们提交的税务 税收局这样出尔反尔真的好吗 又会带来什么影响呢 3月9号的中午 税收局立刻发文告澄清他们没有悠转 并列出一堆指南中的条文和规定 保证当局会真诚的对待参与计划的纳税人 可是如果当局发现参与计划的人 违反2019年行动指南的条文 当局还是会铁面无私的进行审查 你是诚心他也是诚意 他是表面的 这个我讲所得税法令1967年第78条跟第79条 就是讲他有这个权利 就是讲给他全部的一些账目啦 一些文件 你不给他文件他可以到你的银行去 拿你银行的接单 其实我不敢讲他背信弃义啦 可能是因为那个别案例 所以大家讲他有专门 他们可能有那个想法就是 我们是不是之前被坑了 然后过现在要审查回去 所以商家就变得很没有信心哦 两位财务专家异口同声表示 税收局有审查任何可疑账目的权利 没有任何指南可以凌驾于法律 但是换了政府当初的承诺就可以不算数了吗 这么一来当初参加计划的人 不就太傻太天真了 其实要了解我们的税务局的老板是谁 我们的老板就是财政部嘛 所以当你的老板的想法跟看法变的话 那你本身自己也会随之而改变 或许啦我觉得是财政部哦 set的target非常非常的高 内陆税务局也会很压力嘛 他们就要hit他们的KPI嘛 所以就造成他们会找不同不同的方法 去text这些拿税人哦 2019年的9月30号是期限嘛 所以你看到2020年啊 他不可能就查完啦 去年以为有人收到这封信啊 讲他要来审查啊 他不是现在才浮现出来的 我觉得他可能不存在商标 前财长林冠英也看不过眼 批评当局很没道义 还有人传声妙召说 如果收到税收局重审税务的信函 就可以出示这个官员口头答应的影片做证据 所以任何证据会被承认得良好的信价 并不会被承认得更加继续 所以在这个情况下 我们的投资 林冠英还说 要是有人真的上庭挑战税收局 他愿意毛遂自荐出庭作证 可是真的闹上法庭的话 纳税人的胜算又有多少呢 我觉得成功率相当的低啦 如果你出事不到了 即是讲你不真诚啦 你不真诚就是欺骗啦 我也不太建议我自己的客户去做这回事情 税务局也不是完美的 每个人都会做错 可能他们的用法 他们的一些条例 选择错了 所以我们就跟他准备 有时候他们就会准备掉那个案件 如果万一很不幸的要重缴这个税 很可能你就会给这个罚款 这个罚款是45% 你也可以跟税务局来做一个协调啦 看你是出犯啦还是多严重啦 这个都能够申请做一个回扣 成如会计师廖振雄说的 再多遍的指南也不能代表法律 而法庭审判的最后依据就是税收法令 而孔令龙也提醒税收局说 权力再大也应该要履行当初许下的承诺 不应该蓄意刁难或是审查纳税人 报税的时候稳件这是最重要的 这是第一点咯 然后第二点呢 就是当你们要申报这些东西的时候 必须要诚心 因为其实到后面咯 这些tax其实会影响到你个人 它就可以成为了你的收入的证明 如果你申请银行的贷款啦 你去买一些房子啦 你都是能够得到这个贷款 第三呢 你缴税了过后呢 在投资方面呢 你就能够告诉政府 我没有逃税 我们有收入了 一报税就是履行我们做公民的责任 你就不会触犯到杂力